今天我來到中環郭倫街這間食店 找Gigi喝酒 Gigi是一個過百年品牌的老店經營者 仍然堅持家庭式去經營一個品牌 其實是很難得的 所以今天我和他喝酒 說說一些關於酒莊的歷史 Gigi 你好 我出去吃飯喝酒 我喜歡聽酒莊的故事 因為有時候故事性的東西 更加引人入性 所以今天我來到跟你說歷史 因為蛇王芬是1895年開的 是呀 是我太爺爺 在大陸打完仗和平 就開始賣石根燉品 燉湯和石根依然都是我們的經典 這些就是你們的招牌菜 今天我帶了兩瓶酒來 他們也是現在最老的一間家庭式 既然酒莊之一來 這瓶紅酒其實就是Fisco Body 它有一個新收購的酒莊 叫做Perano 而另外這瓶白酒 都是屬於這個家族的 都是Fisco Body Fisco Body就是一個畏族 因為它有很多地 地點用最好就是做酒莊 因為你可以保持到地之餘 做酒也有收入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其實很多人對葡萄酒杯 都有一個誤解的 例如這個杯 你覺得這個杯 究竟應該是 裝紅酒還是裝白酒 這個杯像裝白酒 如果這兩個杯比較 大的是裝紅酒 小的是裝白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習慣呢 其實是因為最早期 而且一些市酒師 很多時候晚上在餐廳 其實比較暗 如果你喝完那個酒 它是不會知道 你究竟這個 本身是飲紅還是飲白的 有機會就會搞錯了 所以它們就會這樣瘋狂 大的杯就是裝紅酒 小的杯就是裝白酒 大杯和小杯 其實我們裝的份量都是差不多 OK 杯套最闊的位置就是對的 OK 根據考古學 其實報導酒的歷史 有八千年 不過當然沒有酒莊 可以真的經營到八千年 不過也有幾間酒莊 是相當老的歷史的 甚至比你更老的 那我們不如就看看 現在世界上最老的 五間家族式經營的酒莊 好 第五位就是 在法國的Langodoc 那個產區 這間酒莊 就叫做Domaine La Courcheur 它們有600公頃地那麼多 雖然這個家族那麼長歷史 但是它也有一些新意 最近增加了50公頃的葡萄丸 是用有機的方法去耕種 第四位 意大利的Tuscany 有一個家族叫Andy Nori 這一家傳了26代 哇 要用心生 哈哈哈哈 他們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傳到這一代 他們三個都是女 如果傳到那一代 沒有藍兵 那接著那個姓 怎麼可以移動下去呢 所以有些酒莊 會把兩個姓氏加在一起 都會有問題 其實就算是十四代 或者是一千代 他們的系統 即是他們讓酒的方法 或者他們的配套 都會很大不同的 作為一個這麼長歷史的酒莊 它的最大好處 就是因為他們 一直都釀了這麼多年酒 所以他們的經驗 很豐富 背到不好的年份 我怎樣去處理這個年份 這就是經驗的重要性 接著到第三位 其實就是我們在喝的這個酒莊 就是Fisco Body 好 其實跟Anti Norris一樣 都是澳的生意 反正他們都要買一些酒 來送給客人 不如就自己做吧 這樣就開始釀酒 慢慢的酒越來越受歡迎 然後就直接轉向 他們去做酒 好 我們譬如說是做湯品 庚品 但是因為做很多菜式 或者是見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客人 那變成我突然間 都會給我們一個人脈 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第二位就是一間酒莊 叫做Baronne Riccazzoli 其實是2014年 就已經開始經驗 這個家族其中一個祖先 叫做Battino Riccazzoli 當年是定了Kianti的做法 寫了一個規例 大家都要跟這個去幫忙 Kianti的特色就是 他用一個草籃包著它的瓶 這叫Fiasco的瓶 這個令到Kianti這款酒 是世界知名的 亦都令到意大利酒 亦都是世界知名的 其實這間酒莊 歷史都不是順風順水的 因為其實上一代 將他們的酒品牌 賣給加拿大一個集團 這一代的一個傳人 叫做Francesco 就覺得不對勁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集資 將這個品牌再買回來 好了,到第一位了 最老的家族式D型酒莊 就是一間法國的酒莊 它叫Château de Goulain 千多年了 荷蘭家族即是 現在就是最老的一間 也有一段時間賣給荷蘭的銀行員 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很幸運他避過了法國大革命 是在19世紀再買回來這間酒莊 一路竟然到現在 是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可以繼續 香港有更多這些店舖 這些食店 又好 可以繼續堅持自己的經驗概念 一路經驗下去 祝你可以繼續 很多很多很多代替Melo傳去 謝謝